这个繁体字当中 比如说 你看这个快乐的乐子 它快乐的乐子 比划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 中间是一个 白字的 这个竖写 写长一些 因为它是中间 在左边一个角色 右边 还有一个角色 它这个话呢 主要是这一横 这一横很长 这个 这一横很短 那么 如果这个撇 按照规范来讲 是一撇一纳 那么这个是 在这个话当中呢 我们就写一点 要对应点 所以说 这个呢 就是横或长 竖划很短 还是竖狗 这样自动旅行的是 这样自动旅行的是 这个地方 上半部分 是左中右 先中间 后两边 按照这个顺序写 还有一个 没错 这个建筑的柱子 这一横很长 这个树 墨子 这个点 所以说这个点 它也是叫对应点 还有 比如说 我们写 有一些字 量着 一点 也是这一横 很长 手段 还有 可以说 我们果实的果子 这样子 就像这种对写的字呢 它主要是 是讲究 这个横 长 竖短 把这个 这个撇和那 改成 对应点 来 来 来写 这样子 看了以后呢 它就比较协调 比较好看 如果这一撇一那 就太 太拒紧了 这样子 这个字呢 也并不好看 所以说 这是 字当中的 这一种变形 这种变形 也变得非常好 所以说 书法上 这个字 也不错 这个应该说 这样子写出来 以后 它就比较 比较好看 如果你写 一撇一那 这个字呢 就 就现在有点累赘 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 我们 按照自动 对写的字 就按照 这么一种 处理办法 来处理它 这是叫 是之类的字 叫横 横画长 竖画胆的字 这么去处理 这个结构呢 这样的把握 比较合理 这一刻 这一刻 就这样子里 好